台北沙海城隍文化节 淡黄季岛屿音乐会表演团队双声仔 演唱自创歌曲《魔法阿嬷》 为活动记者会揭开序幕 今年是中华文化总会 与沙海城隍庙第三度共同举办 台北沙海城隍文化节 将带来传统祭典市集音乐会一系列活动 为城隍老爷诞成祝寿 其实文化总会在这几年 一直希望来讲台湾的故事 那我们也在这次的合作 邀请许多的设计师 甚至像服装设计师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除了这些参与以外 我们在活动期间 我们规划了音乐会跟市集 那音乐会比较特别 就是说过去好像神的生日 好像都是用歌仔戏来仇神 这次我们用摇滚音乐 甚至还有饶舌音乐 然后希望来让在地的活动 能够热闹一下 那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多年轻的朋友 走入这样的一个老城区 让他们去认识这样的历史 了解这样的信仰 扩别疫情后一个比较大的举办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其实费尽了一些心思 包含就是说从主视觉的设计 邀请方旭中老师来这个做总监 然后也用比较新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承煌老爷的形象动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活动内容的这个部分 过去可能在音乐的部分 大多是乐团 那这次其实加入了很多不同的语种 包含这个 连这个新著名的这个越南语的 这样的一个演出都有在这个里面 那庙方本身他就有一定的这个时程 有不同的庆祝方式 那文化总会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参与 让这个活动更年轻化更多元 在台北市有许许多多有名的公庙里面 只有我们社会城隍庙是跟我们的商圈 是结合在一起的 像刚刚秘书长提到的青山公也好 他们的这个绕境呢 就是单纯的一个比较像宗教的活动 但是只有我们城隍庙 是结合我们在地的商圈 然后甚至扩展到我们地下街那边去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大家共同努力 把这样一个宗教的文化 不只是只有单纯只有宗教 我们希望给它扩展到更多人 大家生活的里面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庙宇文化 把它传承 把它扩散出去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尤其是我们这部的可能都知道 尤其是在地 我们可能在地才会知道说 这个文化跟历史 但是呢 如果进来的观光客 他可能只有看到我们的 这边的建筑物 但他不懂我们的文化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一个都市 一个首都 他除了有先进的建筑物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要有灵魂是有他的文化 今年文化总会更联手知名服装设计师周玉颖 以陈黄爷渡台203年的历史为发想 设计据台湾特色的神医远海星霞 并邀请小岛里团队统筹视觉设计 以及大道成生活圈计划 盼结合设计创意与传统节庆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在这个创作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投入更多年轻的想法 其实我在想名字的时候 有一点挑战 就是想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蛋黄记 那为什么叫蛋黄记 它字面看起来就是蛋黄 因为那时候缺蛋 真的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没有蛋 我就觉得 大家都这么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可爱 所以看到那个主视觉 我们跟和平制品的伙伴一起 你可以看到 上面真的有很多荷包蛋 很富有 我们有很多蛋黄 然后这个地方 它其实承载了非常多的故事嘛 因为其实在城隍庙 有很多人每天都来跟老爷聊天 那听了这么多故事之后 老爷生日的时候 换他来分享给大家听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DJ 他变成是一个主持人 所以你看他的DJ台很像在这个巷弄的城市 甚至它里面藏了很多小细节 你有看到城隍庙 对 然后看到大奥城的巷弄建筑物 对 然后他听他也分享 这个衣服我给他的名字叫原海星霞 原本的海 新的霞 那所以我用了很多是 这两百多年来的一些不同的典故跟故事 串接在一起 最下面的地方 这个其实是清朝时候的 官府会出现的海淘纹 我们把海淘纹放在外面 然后用了不同的 应该讲说几个颜色来代表 这次的一个老爷的神迹的感染力 那另外中间 有用了日剧时期的 这个也是日本的日式的波浪文 那比较特别的是 中间这个很像迷彩的地方 是因为我看了老爷的故事 有一段呢 其实老爷不仅是在保佑我们台北 城隍这个大同区这个地方 也常常保佑 其他像台东或其他地方 他的神迹其实会无远逢戒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用了一个概念叫山海成园 把台湾的一些行政区打破 这些行政区的轮廓打破 然后有里面就会有山 有海有城有园 然后再重新组合 就等于说老爷的 常常他的神迹是能够无远逢戒的 那另外用了我们最 大家可以知道的夏宜城隍庙的印章 那1821年就是我们开始的时间 那这是文总第一次跟这个 小海城隍这边合作的祈求吉庆 也是来自庙里面解年这四个字 那另外比较有趣的是 可能请孟怀帮我旁边一点 我们旁边其实有两个基母 因为小海城隍庙相对于 其他的庙里来讲比较迷你 但是这个是所谓的基母穴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基母放在上面 那上面其实还有梅花 代表我们的这个国花的小梅花 那另外呢我们还最重要对我来讲 是这边有针 因为针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缝纫 像我们前几年都要去纽约双洲 要出去之前就要请老爷保佑我们 那另外当然红线 红线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因缘的线 那这次给老爷其实一个最新的 应该讲说配件 我们帮他设计了一个这个领带 我们让老爷带一个领带 对很帅的领带 然后才来打碟这样子 那这边呢可以看到我们有写个2023 所以是1821到2023 那另外呢也帮老爷设计一个新的耳环 用这个 对这个小耳环 总共有六个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 那天我们跟文杰一直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觉得竟然在那个庙里面没有违和感 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 淡黄祭将于6月16日至7月9日登场 邀请民众走逛大道城 为城隍老爷庆身祝贺 感受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